根据多家外媒报道 15号美国商务部将36家中国科技公司列入实体清单 包括了长江存储、韩武技科技、彭新维、上海维电子等 未来如果美国企业要出口关键技术到这些企业 必须申请极难取得的执照 彭新维是华为的代工厂 而上海维电子是中共光科技产业的龙头企业 美方这次行动将重创中共先进光科技产业 乃至于中国晶片自给自足的野心 据报道与此同时 美国商务部还对其中21个实体实施了外国直接产品原则 禁止非美国企业将含有一定数量美国科技的产品卖给这些企业 商务部负责工业继安全事务的次长艾斯特维茨透过声明表示 我们正在加强10月份采取的行动 透过严格的限制来保护美国国家安全 中共利用人工智慧 先进运算和其他强大的商用技术 进行军事现代化和侵犯人权 新唐人亚太电视 林家伟张其林综合报道 优优独立了 优优独立了 优独立了 优独立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